1.琪琪借时间 快要开学了, 琪琪才发现华文写画还没完成, 心中很着急。 这时,小仙人现身了。 他对琪琪说, 我借你一小时, 你要好好利用完成作业。 接着,他吹了口气, 啊,墙壁上的钟停止了。 琪琪诚心地向小仙人道谢, 他想,写画的主题是 街头所见, 街头到底有什么呢? 我要出去看一看。 琪琪一走出家门, 发现世界变得好安静, 街道上, 狗儿不废, 行员及骑自行车的人停住不动。 书局里的老板和客人打招呼, 手还停在半空中, 真有趣! 街头的事物都静止下来, 让琪琪看个仔细。 琪琪看了后, 赶快回家, 把所见的一切写进本子里。 小仙人又出现了。 琪琪骄傲地对他说, 我提早十分钟完成呢, 以后我会好好利用时间。 小仙人点头微笑, 转身飞走了。 好, 同学们, 我们正式来理解一下课文内容。 这一次的课文呢, 它的题材是一则故事。 好, 题目呢, 是琪琪借时间, 没时间能借的嘛。 好, 她的主角呢, 是琪琪。 来, 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快要开学了, 琪琪才发现华文写话, 还没完成, 心中很着急。 好, 这个时候呢, 是发生在放假要开学期间呢, 琪琪呢, 就发现自己的功课还没完成啊, 是不是很像平时你们的自己啊? 然后心中很着急, 很着急, 就是很紧张啦, 这个表情符号就是着急的意思了。 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 小仙人现身了, 就是出现了, 一个小仙人出现了, 她对琪琪说, 我借你一小时, 你要好好利用, 完成作业。 接着呢, 她就吹了口气, 啊, 墙壁上的钟, 停止了。 诶, 她就发现墙壁上的时钟呢, 停止了。 所以, 她真的借他一小时了, 因为她把这个钟停, 停下来。 好, 我们看看哦。 接下来, 琪琪, 琪琪诚心的向小仙人道谢, 她想写话的主题是, 街头所见, 街头到底有什么呢? 我要出去看一看。 好, 这时候琪琪呢, 就, 哦, 谢谢这位仙人了, 她真心, 诚心就是真心真意的意思, 向仙人道谢了。 这时候呢, 她就讲哦, 事不宜迟了, 我要快点用这一小时来完成我的作业。 但是她的主题, 她要写话, 写话的主题是街头所见。 所以呢, 琪琪要去街头观察一下有什么, 她才知道怎样完成这一天作业。 好, 她的街头呢, 比如你们走出街, 观察一下街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把它写下来, 这就是琪琪的功课了。 好, 我们接下去看。 琪琪一走出家门, 发现世界变得好安静。 哎, 为什么会安静呢? 因为时间停止了, 所以街头上的所有东西也好像停止了, 当然是会变得安静了。 街道上, 狗儿, 不废, 行人及骑自行车的人, 停住不动, 书局的老板, 和客人打招呼, 手还停在半空中, 真有趣。 好, 她就看到了, 走着走着, 看到一只狗停住了, 不废了, 甚至还看到一些行人, 还有骑自行车的人都停住不动。 她还看到书局的老板呢, 她在跟客人打招呼, 手就好像停住了, 静止了, 停在办公中, 这些情况都很有趣。 所以琪琪呢, 都一一观察, 记在心里面了, 接着应该怎样做呢? 街头的事物都静止下来, 让琪琪看个仔细, 所以她就很细心的去观察和看了, 琪琪看了之后, 赶快回家, 把所见的一切写进本子里。 所以看完了之后呢, 琪琪就恃不宜迟了, 她只有一个小时, 快点回家做功课了。 小仙人又出现了, 琪琪骄傲的对她说, 我提早十分钟完成了, 以后我会好好利用时间。 小仙人点头微笑, 转身飞走了。 好, 这个故事呢, 就到了尾声了。 同学们, 你知道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是什么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 好, 读完这一篇故事之后呢, 同学们有两道问题, 需要你想一想, 第一道, 你认为琪琪, 为什么无法在开学前完成华文写画功课呢? 就是在第一段她所指的要开学了, 但是她发现她的写画功课没有完成, 为什么放假了, 她还是没有完成所有的功课,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第二, 从这个故事中, 你学到了什么? 这篇故事, 它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同学们, 你从里面领悟出什么道理呢? 好, 仔细想一想这两道问题, 欢迎你们留言跟老师分享。 好, 在老师看来呢, 这一篇课文呢, 老师读出了琪琪她心里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自从小仙人帮助过我后, 我学会了怎样? 珍惜时间, 这是老师从这一个故事里, 读出的一些道理, 我觉得琪琪呢, 她为什么会无法完成功课, 可能她在之前呢, 是不会好好的利用时间, 就算她有多, 她有放假的时间, 她也无法完成功课, 但是自从小仙人帮助过她之后呢, 她可能觉得, 哦, 时间是应该好好利用的, 应该好好珍惜的, 好, 问题来了, 你如果你是琪琪, 你会怎样珍惜时间呢? 我们应该怎样在我们的生活上, 怎样学会珍惜时间, 应该怎么做呢? 怎样安排时间呢? 同学们, 你们可以想一想, 然后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好, 我们正式进入认读词语的环节, 第一, 华文, 华文呢, 指的就是中文, 就是我们华人的母语了, 第二, 仙人, 仙人是什么呢? 好, 仙人呢, 是在神话中, 一些长生不老, 还有神通广大, 就是可能他有魔法的, 人, 我们都叫他仙人, 每次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 哦, 仙人来救救我,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是没有像奇奇这么幸运, 有仙人来帮助我的, 如果我没有做完功课呢, 我就只能熬夜完成了, 好, 好, 墙壁, 墙壁, 墙壁呢, 指的就是这个啦, 我不多说了, 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墙壁了,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第四, 停止, 停止, 停止呢, 就是停下来, 不再动, 不再进行的意思了, 第五, 成心, 成心, 就是真心, 成肯的意思, 真心呢, 就是代表他真心真意的, 好像奇奇呢, 他真的不够时间, 突然有一个仙人出现了, 还戒他一小时, 如果你是奇奇的话, 当然是觉得, 哇, 好开心啊, 好, 谢谢他, 当然是会真心的向他道歉了, 好, 第六, 肺, 肺指的呢, 就是狗叫, 他只用在狗的叫声哦, 你不可以说猫肺哦, 只能说狗肺, 好, 所以你会留意到, 他有一个口, 还有一个犬, 这个犬呢, 代表的就是狗的意思啦, 好, 第七, 骑, 骑是什么样的动作呢, 好, 大家留意这个图, 两腿左右分开坐, 两腿左右他有分开坐了, 通常是用在, 骑自行车或者是骑马, 或者是骑摩托, 都可以接受, 第八, 书局, 书局, 就是书店的意思啦, 第九, 客人, 客人, 客人呢, 也就是顾客, 就是去一间店买东西的人, 我们都称为客人啦, 第十, 仔细, 仔细, 仔细呢, 代表的是细心, 好, 第十一, 骄傲, 骄傲, 在骄傲这个词呢, 其实分成两种意思,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他感到很光荣, 很自豪, 指的就是个人的感觉, 第二, 自满, 自以为是瞧不起人, 他指的就是态度, 骄傲的态度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取的, 我们来看看一下例子, 例句, 小明在华文测验里, 获得了满分, 他为自己的表现, 感到骄傲, 好, 在这里呢, 这个骄傲呢, 指的就是第一的, 感觉, 他觉得很光荣, 很自豪, 我想, 哎, 我拿到满分呢,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这个是一种感觉, 其实是好的, 就是为自己感到满足的意思啦, 那是,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哦, 你看看这个人的脸, 骄傲的脸, 李老板为人骄傲, 常常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好, 在这里呢, 这个句子呢, 骄傲的句子就是, 自以为是瞧不起人, 它是一个态度了, 这个态度是很不好的哦, 不可以因为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瞧不起别人, 好, 大家, 我老师送你们这一句啦, 骄傲使人退步, 谦虚使人进步,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时常有骄傲的态度, 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话呢, 你会越来越退步, 相反的, 骄傲的反义词, 谦虚使人进步, 如果你认为自己还不够好呢, 保持谦虚的态度呢, 你就会时常会向别人学习, 这样呢, 你也会越来越进步, 好, 问题来了, 在课文里的骄傲, 它的意思是第一个意思呢, 还是第二个意思呢, 同学们去留意一下, 课文里骄傲那个句子, 然后告诉我, 它是属于第一个意思, 还是第二个意思哦,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生字了, 进入十字教学, 正和指有哪些不同点, 正呢, 它有一个横的帽子的, 指呢, 就没有, 这个指代表的是停的意思, 禁止, 停止, 好, 接下来, 桥和交, 有哪些不同点, 很明显啦, 同学们, 它的不同点在于, 它的步手, 桥, 用木做的, 这个是桥, 交, 骄傲的交呢, 是马字旁的, 大家要记得这一点, 好, 这个是一个口诀来帮助大家认识, 它的字是怎样写的, 仙人的仙, 山上的人是仙人, 一个单人旁加一个山, 就是仙, 子, 仔细的子, 很简单, 人, 子, 就是仔细的子了, 骑, 骑怪的马, 一个马不守, 一个奇怪的骑, 就是骑的意思了, 根据课文, 回答问题, 一, 为什么琪琪心中很着急? 因为琪琪的华文写话还没完成, 所以她心中很着急。 二, 小仙人怎样帮助琪琪? 小仙人借琪琪一小时, 让她完成作业。 三, 琪琪看见街道上有什么? 琪琪看见街道上的狗不废, 行人及骑自行车的人停住不动。 四,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 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要好好珍惜时间的道理。 夜 纸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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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积累运用 毒易毒 必争停止 一切静止 狗不废 完成作业 看个仔细 利用时间 2.读读说说 1.朗读课文 语气随着主角的心理变化而改变 2.你认为琪琪写话时会写些什么? 我认为琪琪会写 小狗在街道上快乐地奔跑 匆匆走过的路上看到他都发出会心的一笑 我经过书店 看到老板正在招呼客人 来来往往的车辆 让马路显得更繁忙 不禁提醒要过马路的小朋友要小心 3.你觉得琪琪下次还需要跟小仙人借时间吗? 为什么? 我认为不会 因为经过这次的教训他一定会好好利用时间 而且他也向小仙人许下了承诺 以后一定会好好利用时间 3.想想说说 假如你是琪琪 你会怎么请求小仙人帮助 过后又怎么跟小仙人道谢 说一说 4.读读笔笔 读一读 认识以下不守的特点 马步 骑 骄 骂 土步 坡 墙 壁 密布 戏 约 练 马步 片 燕 土布 拉 鸡 蜜布 线 红 结 灯 乐游园 在唐朝 大诗人们都会有各自的创作风格 李白的风格不用说 当然是天马行空的浪漫 王维的风格也不用说 自然是无处不在的空灵 而说到李商隐的风格特点 那绝对是深入骨髓的 忧郁 看到春蚕吐司 他感叹春蚕到死四方尽 春蚕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才会停止吐司作茧 看到蜡烛燃烧 他哀伤到蜡锯成灰 泪屎干 蜡烛直到燃烧成灰的那一刻 才会停止垂头流泪 在这位忧郁王子的眼中 似乎任何事物都能撩动他那忧愁 这天傍晚 夕阳又惹他伤心的傅力手 灯乐游园 诗 提名为灯乐游园 园又叫做园 是指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 四边斗顶上平的黄土地貌 长安城周围可谓是众园林立 白鹿园 龙手园 少林园 等等等等 而乐游园 凭借着自身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众园之首 登上乐游园顶即可以鸟看整座长安城 自然成为了人们登高游玩的最佳去处 李商隐家本来离乐游园就不远 平窗远眺 几可望见 李商隐望着望着 眼前就浮现了昔日自己与朋友饮酒做腹的模样 当年与发妻登高远眺的情景 往事还历历在目 现实却早已改变 朋友已经各奔天涯 发漆更是香消欲润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淡 望着自己孤独的身影 忧郁王子只能有向晚亦不是了 亦不是是指心情不舒畅的意思 将近傍晚 心情莫名的有些不舒畅 徘徊来徘徊去 又徘徊去徘徊来 终于下定了决心 要驱车登古园 于是驾着马车 要去攀登那古老的乐游园 一路颠簸晃荡 尘土飞扬 才终于大汗淋漓地登上了园顶 那座对酒当歌的亭格 踩住有些斑驳了 几声凄厉的鸭叫 蛮蛮蛮蛮蛮 挥荡在耳边 让李商尹忧伤得只能倚靠着树干 覆着枯叶 叹气连连 就在这时 一丝光芒突然穿透了他的瞳孔 顺着光的方向远眺 看到了夕阳 正在落木之际 正努力地挥洒着最后的美丽 光芒照着老树的树叶 鸟儿的羽毛 亭格的青蛙 整个世界都沐浴在璀璨之中 连李商隐那昏暗的新房 也都被照得通亮了 他不禁飞身向前 想去捕捉更多的光芒 然而越拼命挽留 余晖就越行越勇 金树叶 金羽毛 金瓦片 一一褪去 缘上又恢复了 萧瑟淒冷 哎 夕阳无限好 至逝近黄昏啊 无限美好的夕阳 最终还是抵抗不过时间 被黄昏给强行带走了 关于乐游园的唐诗众多 李商隐的这首 登乐游园 无疑罪负盛名 尤其是夕阳无限好 至逝近黄昏 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更是令人嘖嘖称奇 其实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如此 年轻时再如蓄日东升 到了暮年也难逃如西洋般消沉 甚至每个朝代的命运也是这样 大唐盛世 也曾经像中天烈日一样 可如今到了晚唐 便是像夕阳一般嘴吠 忽吏回天了 由于王子的夕阳晚歌 就成了引发所有人共鸣的 最为美最忧伤的歌 向晚亦不是 驱车登古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